重来一世 我奉行不封魔不成活的原则 不给我上学 我就去老师家里待着 欺负我 要抓我去打工 我就送他做大牢 这一世 我命由我不由天 正文开始 凌晨三点 我还在看书 估摸着时间 张大牛又要摸进我的房间 窗户被推开 这猥琐男竟然从窗户爬进来 他一身酒气 张嘴就是腥臭 毫无意外地从背后抱住了我 翠花 你都长这么大了 给爸爸看看你的 好呀 你要看啥 张大牛一听 眼睛都亮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下一秒 他察觉到不对劲 蜜蜂的小眼睛 瞥了某个角落一眼 差点吓尿 这是啥 我走过去 把手机支架拿起来 对准张大牛狼狈且丑陋的一张脸 手机屏幕上 刷屏太多 要看不过来 好恶心的一男 还想猥亵女儿 几美们 我不行了 我先悠了 喂 说悠了的那个 等等我 张大牛 我在直播呀 哦 你不知道直播是什么 我对他露出一个得意的笑 快关掉 快关掉 张大牛伸手要抢我的手机 被我一脚绊倒 他很容易就摔了狗吃屎 直播间的宝宝们都在欢呼 宫屏上都是666 你个死丫头 他想爬起来 却发现动弹不得 因为 我一个大脚丫子 狠狠地踩在他那张 又恶心又脏兮兮的臭脸上 张大牛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张翠花了 刚刚你想对我做什么坏事 直播间两百人都看到了 你明天跟我去派出所吧 一日一早 我就去到线上的派出所报警 张大牛当然不会跟我去派出所的 我了解他 后来 民警叔叔帮我把他抓住 没多久 我妈哭吼着来到派出所 他抬手就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 翠花 你生是疯了 王小霞一脸愤怒地瞪着我 打死他 打死他 他身后还有个跟屁虫在挖角 他叫张天赐 比我小三岁 是我妈跟张大牛的宝贝儿子 我记得 每次我被打 这个小人都会在旁边手舞足蹈 上一世 我有一次被张大牛打到按摩出血 只是因为 没给这家伙买什么苹果电脑 白痒你这么大了 给你弟买个电脑怎么了 他是你的亲弟弟 张大牛的话 还在我耳边嗡嗡地响 你这个贱种 突然 张大牛像疯狗一样要打我 你竟然报警抓老子 你没良心啊 要不是在派出所 他一定会对我拳打脚踢的 我勾勾嘴角 亮出手机 人证物证都在 你还有什么可抵赖的 几个民警看到我的直播录屏 都皱着眉 看向张大牛 张大牛气喘如牛 转头看向王小霞 张大牛可能是丑女吧 他对女人的评价 永远都这么恶心 我当然不是第一次 听到张大牛说 我不是他的女儿 打从我记事以来 他就时不时会对我 标一句脏话 以前我都以为是气话 上一世 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我妈经常生病 需要来回跑医院以后 我记得 他当时就常常 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我不会忘记 听到真相的那一晚 张大牛喝多了 像往常一样 对我妈大吼大叫 我想去救我妈 结果听到他后面那句话 你这个婊子 和你跟野男人 生下来的见证 就只会花老子的钱 老子早晚有一天 要把你们打死 我吓得捂住嘴巴 才没有发出声音 当时 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也是一瞬间就明白 为什么张大牛一直以来 都对我都这么恶劣 眼下派出所里 除了我 所有人都愣住了 你不是答应过我 不再提起这件事吗 王小霞伤心欲绝地问 但只换来张大牛 披头盖脸的几个耳光 而这么荒唐无比的一幕 我又开直播录下来了 直播间的人气 水涨船高 民警眼看要受不了场 都在劝我一句 家丑不外扬 是啊 如果可以选择 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可我有得选吗 我说行 那让张大牛朝我跪下 跟我道歉 这是就算完 谁知道 一直默默不语的张天次 趁我不备 从我手中抢走手机 下一秒 他把我的手机屏幕给踩爆 我当然不会傻到 以为把张大牛 告到派出所去 就能改变什么 因为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伤害 派出所的民警 最多也就是劝私下调解 但张大牛这人不仅猥琐 又没有赚钱能力 还特别要面子 所以我才会把他的龌龊事情 通过直播的方式传出去 再闹到派出所去 让他成为邻里街坊的笑柄 而我好不容易攒下来 700块买的手机 虽然被张天次弄坏了 但他也好好的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功德圆满 闹剧结束以后 张大牛没多久 就成为村里人的笑柄 在张大牛要把我关在家里之前 我简单收了下自己的东西 甚至没留下只言片语 就跑了 是的 我跑了 我不跑 就等着被他欺辱甚至打死 离开家以后 我一鼓作气 跑了十公里的路 来到一户人家门口 然后 砰砰砰的敲门 门开了 露出一张英俊又清秀的脸庞 我呆呆的看着眼前的少年 眼眶莫名一热 你是 杜子弱淡淡开口 你 你不记得我了 下一秒 我很拍脑门 按照上一世的走向 我和他还没认识 现在正是高二升上高三的暑假 我所在的地方 是个地图上都找不到位置的乡村 要想出人头地 唯一的方法是认真读书 考上一个市里的好大学 我不合群 也不关注潮流打扮 只一心钻研功课 但我也追逐过别人的身影 只远远看一眼 就觉得信心满满 还记得高考百天动员大会 我看到杜子弱作为学生代表上台 带着我们说出激昂的誓词 他应该是我在现实中遇到过的 最好看 最聪明的男孩 从升上高三的第一天 我和他就是同桌 那一年 我们俩在学习上互相追逐 也在这个过程中 约定一起成为更好的人 但后来都是悲剧 你到底有什么事 杜子弱疑惑地问 杜同学 我是你未来的同桌 我想借助你家到开学 他一愣 果然用一种你这人脑子没问题吧 给眼神看我 眼看着杜子弱要关门 我拿手撑住门板 给他报了学校班级 还有各科成计等等 杜子弱眉头一挑 你是四中的 我下学期也要转去四中 难怪他高三那一年会转到我们班 那你认识白老师吗 他以后会是我们的班主任 杜子弱再次震惊 他 是我吗 这个 我倒是不知道 白老师为人试表 十分严厉 他对杜子弱跟对其他学生一视同仁 杜子弱只好让我等着 我就一直在他家等白老师回来 我借了杜子弱的账号 给白老师看了张大牛对我的所作所为 恳求他收留我一段时间 我说我要是回去 不仅以后上不了学 还很有可能会被他逼着相亲嫁人 当天晚上 白老师就收拾了一个客房 让我住下 后来 白老师跟我说了一段话 让我记忆犹深 他说他遇到过很多学习成绩不错的女孩 但因为是女孩 家里大人不让读书 后来就不再去学校的 他也试过通过家房等方式 想把人带回学校 但离开学校的女孩 仿佛被洗脑了一般 不论他怎么劝 还是不肯再回去 过上庸庸碌碌 一眼就望到尽头的人生 我可能是为数不多的 也有同样的情况 就会自己想办法 要继续读书的女孩 他让我安心住下 等考完高考再说 生而为女孩 不是命运的错 也不是我们的错 既然改变不了出生 那就改变自己 想办法迎难而上 乘风破浪吧 升上高三 杜子若转到我们班上 我请应坐到他旁边 跟他成为同桌 我也答应了他 不会把他跟白老师的关系说出去 他笑笑 说了声以后多多指教 升上高三以后 我就开始申请住校 张大牛跟我妈来学校找过我几次 每次我都让同学帮我打掩护 他们没看到我人 就骂骂咧咧的走了 我和杜子若的关系 也在日渐一日的相处中升温 他理科好 我文科不错 经常切磋学习 两人的成绩自然而然就升上去了 而重来一次 我也不再局限于死读书 高三的学习和复习都很繁重 女同学也不爱运动 我可能是仅有的几个下个课 还会跑去操场上做运动的女孩 每天早上六点早休 我就五点起来 一边慢跑 一边背单词或者鼓湿 中午的时候 我会在吃饭前 拉着杜子若跟我打篮球 激活本就不多的运动细胞 晚上下晚休 我也不急着回去寝室 我会跳绳 或做高抬腿和单杆 等一些难度系数不高的运动 时间久了 面对巨大繁重的学习任务时 因为经常做运动 所以头脑总能保持清醒 就算睡得再少 也不会觉得很困 还有 我竟然还报名参加学校的文艺晚会 对于任何活动 学校领导对高三的学生 不做硬性要求 主动报名的人也很少 可我还是想站到舞台上试一试 报完名 我又去找杜子若 我报名要唱歌 你到时可以帮我弹吉他伴奏吗 你知道我会弹吉他 我不仅知道他会弹吉他 还知道他上一世也参加了文艺晚会 弹吉他的时候 风靡全校 他也曾经问过我要不要表演 他可以给我伴奏 但那时候我胆小懦弱 哪里赶上台 他就给另外一个女同学伴奏 他们的表演配合得很好 台下许多女同学都为他疯狂尖叫 重来一世 我也想收获掌声 文艺晚会之前 我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 跟杜子若练习 也是这一次 我才发现杜子若真正喜欢的是音乐 但白老师似乎并不赞成他玩这些 所以他都是偷偷摸摸玩 他弹吉他已经好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但我的唱歌是真的五音不全 杜子若不厚道地笑了 你是认真要唱歌的 当然 一辈子只有一次18岁 不疯魔不成火 来到文艺晚会当天 其他表演的同学的家长都来了 可我一个都没通知 杜子若迟到了半小时 却给我找来一条克莱因蓝的礼服裙子 太 太漂亮 我从没穿过这么好看的裙子 杜子若郑重把裙子交到我手上 你不是说一辈子只有一次18岁吗 难道还要衬衫牛仔裤上台 他咧嘴一笑 给你租了一套 希望你能撑起来 人生第一次穿完礼服裙子 就是为了跟杜子若一起上台表演 这条裙子真的太划美 我这么普通的身材穿进去 瞬间就变得与众不同 我和杜子若合作的歌 是挥着翅膀的女孩 苦练了两个星期 但我的唱功仍然没啥进步 唱到一半 我已经听到台下响起嘘声 但我觉得我勇气可加 于是继续用我的大白嗓唱着 有的同学还是给面子的鼓了掌 一段奸奏过去了 突然杜子若从容开口 他低沉嘹亮的嗓音 划过黑绒布的天空 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享受 我红着脸 感激地看向他 然后走向他 停在他身边 低声附和 他看着我 笑容里闪着碎钻一样的光 台下终于响起了应有的掌声 一年的时间过得飞快 转眼就来到高考的六月天 张大牛和我妈来读我了 他们这几个月 一直没有任何动静 不过就是想在我高考前拦住我 不让我去参加考试 上一试 高考第一天 张大牛变态地把门锁上 不让我去参加高考 我妈也默许他的做法 说张天赐要上高中了 让我早点去广东打工 给他交学费 我流着泪疯掉 一般的砸门 我学了这么多年 就为了这一天 他们怎么敢亲手 断掉我的未来啊 他们真的是我的家人吗 他们还算是人吗 这一次 我不会让他们如愿的 高考前一周 我就已经跟白老师请了假 我在考场附近的小破旅馆 待了一个星期 听说张大牛他们 找我找的要疯了 高考三天时间一晃而过 来到第三天 考完英语 下午还有一场 我刚走出考场 竟然看到张大牛和我妈 一看到我 张大牛咧开嘴 露出一口让人作呕的黄牙 死丫头 敢躲老子这么久 我转身要跑 他飞扑过来 一把把我抓住 看你这次还想逃哪里去 他看我的眼神 贪婪又愚蠢 看来 我这次是彻底激怒他了 哦 是吗 我冲他那张肥脸 吐了一口 看到张大牛出现 这几天 一直潜伏在考场附近的民警叔叔 立刻跳出来了 他们很容易 就把肥胖又无脑的张大牛给压制住 你们放开老子 老子犯什么事了 我抱着手臂 冷冷地看着他 王小霞怒视我 你报得警 你老公这次是犯罪 他逃不掉的 我口口声声地说 要想确保 这次可以顺利完成高考 就不能让张大牛 再有机会抓我回家 从几年前 我就知道张大牛空有发财的心 却没有发财的能力和脑子 有一回 我不经意听到他问我妈要钱 他不给钱 他就狠狠地打他 他一边打一边吼 你不给我钱 我怎么包装自己 怎么开公司 只要开公司了 就会有很多人给我们打钱 我默默地听完他们的对话 浑身一震 他这几年都在弄非法集资的事情 我妈肯定不懂这里面的门道 更不懂这是违法的 我本来没想过 要把张大牛送进牢房 但我知道 他一定不会让我好过的 谁让他一定要破坏我的高考 那好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于是 这一年来我虽然没回去家里 但每个周末一早 就会去张大牛 进行非法集资的小公园 走访了不少人 收集了不少证据 高考前一个月 我就已经报了警 张大牛这一个月 也是东躲西藏的 但这次为了抓我 他还是出现了 他人一出现 自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考完试 我马上就把名字改了 从此以后 我不叫张翠花 改成张华 然后去找了两份属气功 赚大学的学费 有一次 我在麦当劳兼职 看到杜子若 跟他的朋友们过来吃东西 其中一个女孩 长得优雅高贵 看她的眼神充满暧昧 我知道 她叫楚桥 是白老师朋友的女儿 将来也会跟杜子若 一起去北京读大学 你怎么在这里 杜子若知道 我在打鼠气功 但他不知道 我在麦当劳 喜欢麦当劳 就过来做兼职了 这句话是实话 上一世 一直到20岁 我吃过最好吃的 最昂贵的食物 就是麦当劳 从没吃过别的好吃的 这一世 考完高考 我就来麦当劳打工 也提醒自己 不要忘记 从前那个身世坎坷 却从没想过改变自己 只会等着别人良心发现 放过自己的那个 懦弱悲惨的张华 你好 我叫张华 我主动跟楚桥打招呼 半个月以后 分数出来了 我竟然考了652分 杜子若一直问 我的志愿填的哪里 我就说是北京的学校 却没有说出 具体的学校名字 8月的时候 我如愿收到 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把通知书放在阳光下 捏着它 仿佛捏着新的人生 杜子若后来还是知道 我报考的学校 你将来也想做老师吗 不一定 能考上大学 我已经是做梦一样了 他也是师范大学 但他一脸愁容 可我不想 我是因为我妈才报的 我看了他很久 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吧 不风魔不成火 先读一段时间看看 如果真的不喜欢 到时候再转专业 他笑了 你好像总是未卜先知 因为我曾经做了一个梦 我跟他娓娓道来 那个梦里 他也是我的同桌 高考前 我却被继父跟我妈 关在家里 不给我去参加考试 高考那三天 谁都不知道 我是怎么度过的 没过几天 他们就把我抓上南下的火车 在火车上 我收到他发来的短信 问我怎么没去考试 问我去哪里 以后还能不能见面 我没有回复 因为不知道怎么回 后来 我在工厂做流水线工人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一个月拿不到 3500的工资 每个月还要给家里 寄3000块 他一边听一边猝眉 我还没告诉他 在那个梦里 我后来也去了北京 很厉害的高材生 我不过是没有学历 到处做散工的打工妹 后来 我再也没有打听他的消息 而我不仅被家里吸光了血 最后还死于非命 这只是梦 他不知所措的安慰我 所以 我这辈子 不会再过这样的人生 去学校报到前两天 我跟杜子若 买了同样班次 去往北京的火车 楚桥也是同一班 白老师和楚桥的家人 亲自送他们去北京 我一个人扛着 大包小包的行李 跟他们打招呼 我听到楚桥的父母问楚桥 他也是你们的同学吗 没人陪吗 自己一个人去报到 有一种自己一个人 去报到很可怜的意思 一个人又怎么样 楚桥却反问 我觉得他一个人就很酷 他这句话 是跟杜子若一口同声的说 我眼眶一热 谢谢你们 考上大学以后 新生活开始忙起来了 第一次经历大学生活 我一开始有点不安 和手足无措 尽管心态改变了不少 但我仍然知道 自己跟城里长大的 同学的差距有多少 除了上课 我不是在图书馆看书 我要报考各种各样的 自博证书 就是去做兼职 周末有空的时候 还会去批发市场 带各种精致可爱的 小玩意回来 在寝室开一下小卖部 我经常踩点回去宿舍 舍友都帮我留门 舍友们会问我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为什么不好好 享受一下这样的生活 参加社团和联谊 谈一段恋爱 看电影约会 甚至有人还说 只要我交到一个 本地的男朋友 学费生活费这些 找男朋友要就好 我知道这想法不对 但也没有反驳 因为现实中 有不少人有类似的想法 等我变成更好的人 再想这些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一上学期 我的英语四级 和计算机一级 一次就考过 下学期 我报名六级 花了不少时间备考 也通过了 后面 还有教师资格证 初级会计证 都用同学们去谈恋爱 或者去旅行的时间 来备考 也顺利通过 不仅功课没有落下 每份兼职 也都认真对待 来北京的头两年 我最熟悉的 就是学校的自修室 和图书馆 以及北京几十个公交车 和七八条地铁的线路 其他景点 我都没去过 大三上学期 我听说杜子若 从金融系 转去音乐系 而那时候 他和英语系的楚桥 总是出双入队 俨然成为师范大学 靓丽的风景线 那天一早 杜子若约我去看 天安门升国旗 其实这两年 我们也有见面 只是见的时间不多 因为我总是很忙 忙着去做兼职 忙着去考证 寒暑假也不回家 自然没有太多的时间 跟他交流 我反正也没去过天安门 就答应了他 早上五点半 我和杜子若 来到天安门广场 游客已经不少 杜子若仿佛很赶时间 这一路上 跟我聊了很多 这段时间他发生的事情 他变得更高更帅 发型也很精致 浑身上下 没有一丝丝 从小震出来的感觉 我看着他说话 嘴角一直笑着 他忽然停下 我更想知道 你过得好吗 我愣了 然后笑 挺好啊 阿华 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 其他人 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 坚强 乐观 也过得很辛苦 他思考了一会儿 回答我 我不觉得辛苦 我只是按照 我想前进的方向 一步一步走 可能会比其他人 多走很多路 但每一步都做数 每一步都不后悔 看完升国旗 他又带我去故宫转了一圈 走着聊着 我八卦起他和楚桥的关系 杜子若沉默了好久 然后才告诉我 我们俩读完本科 可能会约着 一起出国读硕士 去的纽约 这也是 我妈同意我转系的条件 我的笑容僵在嘴角 我早就听说 他们俩有一起 出国读硕的打算 只是从没亲自 问过杜子若 他们俩也从没公开过 谈恋爱的关系 只说对方是自己 很好很好的朋友 但我捉摸不透 杜子若对楚桥 有没有超乎男女之间的感情 其实也不重要吧 我和他 从来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我一直都在努力追赶 想要把跟他的距离缩短一些 现在看来 还是有点天真 出国的学费可不便宜 不是咬咬牙就能省下来 我也知道 自己不论怎么追 都追不上他的脚步 所以 只有真心实意的祝福 那你们要好好的咯 加油 之后的两年 我都很少再跟杜子若聊天 除了要自己应付学费那些 我妈时不时也会出现 她每次出现准没啥好事 因为张天赐闯了祸 她自己解决不了 就会来找我 例如她骑摩托车撞伤人 要赔医药费 例如她偷拍女同学的裙底 被学校勒令退学 让我帮忙求情 都是一些听到 都觉得无语的事情 这家伙真随了她爸的德行 没做过一件好事 坏事却源源不断 而只要我说不帮忙 我妈就会当众骂我 说要不是我 她家男人也不会进牢里 我对她跟张天赐的耐心 消失殆尽 不知不觉 到了大四 我开始忙着 做闭设跟投地简历的事 有一天 却听到同学说 杜子若跟楚桥分开了 楚桥会自己一个人出国 我就点击杜子若的微信 想了半天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问她 而我跟她的聊天框里 她之前时不时会给我发信息 我都很心没有回过一条 是那天晚上 我看到平时 闲少发朋友圈的她 发了一条 在一家后海的酒吧演出的照片 我跟着定位来到那家酒吧 她拿着吉他唱歌 唱到一半 被一个满脸非常的男人 说换一首欢快的 她皱了下眉 忍耐着唱完自己要唱的 下一首就唱一首欢快的 她是凌晨的时候才吓得般 看到我 满脸惊讶 我们俩沿着后海走了很久 杜子若说白老师 突然被检查出来胆管癌 已经到了中期 为了治病 家里钱财散尽 一个进口药要几万块 别说出国 我妈下个月的治疗费都成问题 而且手术也要花很多钱 她好像一下子仓老了许多 那你跟楚强 我跟她从来只是好朋友 杜子若苦笑了一下 但她听说我家里出事以后 没再联系我了 现在已经去纽约了 第二天 我拿着一些设备 去杜子若的酒吧等她下班 她已经挺累了 但我还是拉着她到附近支起手机 让她开个直播 你唱歌这么厉害 可以开直播试试 反正想办法赚多点 杜子若也没有拒绝 陪着我一起疯闹 之所以半夜开直播 是因为白天都是大主播在播 新人没有流量扶持 半夜开播刚刚好 开播前 我给她拍了两个小视频 用剪影弄好文字 在一起发布 凌晨两点 开播 第一次开播 直播间果然涌进来不少人 我还往里面充了钱 在直播间发了不少红包 杜子若看到直播间的人数 傻眼了 好好唱 你没问题的 我给她发了个微信 她感激一笑 之后的几个月 我和杜子若都坚持半夜开播 每天还会坚持发布两个小视频 时间久了 她开始有了一批固定的粉丝 小视频也有越来越多的播放量 每一场直播的收入 也从几十块到上千元不等 有很多工会问要不要合作 我都帮她推了 我不确定她会直播多久 等熬过这段时间 她想正常去上班也行 有时候她唱累了 我就用大白嗓替换她一下 或者跟直播间的粉丝聊聊天 活跃一下气氛 时间久了 为什么不实话说 我说这样才能保持神秘感 半年后 杜子若的生日 我从半个月前就开始筹备 让她在直播间过个生日会 这样也能增加多点收入 我一个个给她的粉丝 或者打赏过的人发私信 她开播的时候 一直在旁边发红包雨 她那天穿得像个王子 化了精致的妆 还唱了两首自己写的歌 两小时下来 直播间人气居高不下 可我突然觉得胃疼 冷汗直冒 杜子若发现了 用另外的手机问我要不要紧 要不要去医院 我说不要紧 你先播着 最好播到半夜 我的字没打完 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 再醒来 是在医院的急诊室 杜子若一脸心疼的看着我 你还好吗 你什么时候下播的 你怎么不播久一点 看到后台的收入 我气得要再晕过去 她哭笑不得 然后一把把我拥入怀里 阿华 不播了 好好休息吧 我被她抱得浑身僵住 一时之间 不知要做出什么反应 她的温柔气息 铺天带地袭来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不知道是怎么了 我的眼泪控制不住的往下掉 过了一个月 杜子若用这段时间 直播赚到的钱 筹到白老师的手术费 手术找得有名的专家做 手术很成功 我陪着杜子若 去看白老师的时候 白老师一直握着我的手 我听子若说了 这段时间都是你陪着他 白老师 你要好好的 她温暖的笑了 那你们也要好好的 一句话 把我和杜子若都说得面红了 就这样 我和杜子若走在一起了 杜子若没有迷失自己 白老师做完手术以后 就不再直播 有空的时候 就拍几个小视频 她在学校的时候成绩优秀 被一家这几年风头很盛的私企 投来橄榄枝 通过几轮面试就入职了 周末去酒吧唱唱歌 赚点外快 而我也顺利成为一家 培训机构的老师 每天排满课 周末还会在线上直播教学 赚钱 我是在行的 就怕不够勤奋 步入社会以后 会发觉时间过得飞快 成年人的世界 充满各种疲惫 两年时间 我和杜子若的感情 愈发稳定 我们也结一缩时 一起攒下去国外留学的钱 我一开始也犹豫是否要出国 但后来还是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世界很大 人生很广 我既然有了新的生命 就应该什么都试一下 杜子若本来也有点犹豫 他想留下来照顾白老师 不过 白老师这两年好了很多 他也建议他出国深造两年 阿华 我们一起加油 杜子若定海神针一样的话 也让我无比心安 我们还是想一起去纽约 在我好不容易攒到一年学费的时候 王小霞突然出现在我公司楼下 果然 该来的都会来 翠花 你现在有多少钱 都拿出来吧 天赐把人捅伤了 现在怎么办呢 对方在什么ICU 要我们赔偿三十万 他直接跪下 我知道你不愿意管这种事 可是 他是你弟呀 三十万 刚好是我这些年来 千辛万苦攒下来的钱 这一幕 真是似曾相识啊 上一世 我人都已经去到北京打工 张大牛跟王小霞 还是一直吸我的血 让我买着买那 让我给张天赐擦屁股 后来 张天赐把一姑娘搞怀孕了 姑娘的家人 说不结婚 就会告他强奸 张天赐怕坐牢 只能同意结婚 但对方要求 我们家付三十万的彩礼 他的爹妈就杀到北京来找我 我不肯给钱 拉扯中 我不知道被谁推出去马路 眼下 我看着跪在我面前 求我救他儿子的女人 唇角扬起笑意 如果我不给钱 你会不会恨得杀了我 他一震 没听懂我在说什么 我要是死了 你还能找到别人帮他吗 王小霞跑了过来 把我推到一边去 而距离最近的小车 没来得及停下 撞向了他 王小霞伤势严重 但医生把他的命就回来了 杜子若也来到医院 他说 可能是母亲的偏性使然 就算王小霞这么多年来 都偏心张天赐 但他在危急关头 还是愿意不顾性命的 冲出去把我推开 莫名的 想起小时候无数次目睹 他被张大牛打骂的画面 我忽然泪流不止 我当时也不知道 为什么要冲出去 可能是觉得 不管再来几次 他们都会把我拖死吧 谁知道 他竟然冲出去把我推开 杜子若抱了抱我 阿华 我一定会带着你远离他们 听到他这么说 我的眼泪流得更多 王小霞醒来以后 我把银行卡上的 15万块打过去 我只给了一半 剩下的 我知道他会想办法的 这也是谢谢他危急关头 把我推开 我这才意识到 也许上一世 真正把我推出马路 让我被车撞的人 是张大牛 跟王小霞无关 我可以帮他 但这是最后一次 过了很久以后 我再次开口 从此以后 我和你们家再无任何关系 什么意思 王小霞痛苦地问 就是我给了这15万 以后不再是你女儿了 血浓于水 法律规定 父母子女的关系 无法断绝 但我这次不会再心软 也不会再屈服 存款少了一半 只能继续打工赚钱 为了早点赚上学费 我工作更拼命 一不一个脚印 对自己很小气 工资多存下来 当留学基金 终于 存款数在一年多后 回到原来的水平 之后 我和杜子若忙着考雅思 申请国外的学校 等待 审核 面试 过五官 斩六将 又一年以后 我和杜子若坐上 飞去纽约的飞机 第一次出国 激动的心怦怦直跳 杜子若给我付了一眼罩 我没多久就睡去 身旁好像掠过了很多人 不知多久 眼罩突然被拉开 杜子若的俊脸被放大 过道上 鲜花扑满 芬芳扑鼻 杜子若 你干嘛 我惊呼 杜子若嘴角戴笑 从上衣口袋 取出一枚戒指 然后单膝跪地 飞机上的乘客 和空少空姐 都在看着我们 阿华 嫁给我吧 我不会忘记 第一次见到你 你跟我说 你是我的未来同桌的一幕 我喜欢你也很久了 比你想象的要早很多 我能做你的未来老公吗 如果不是有机会重来一次 我还有机会 得到眼前的一切吗 读大学的机会 友善的同学和领导 一直陪在身边的男友 珍贵的出国机会 但最重要的 应该是我决心改变自己 跟所谓的命运一直抗争吧 所以 最要感谢的人还是自己 张华 谢谢你 被所有人放弃的时候 没有放弃自己 谢谢你 敢于对抗每一次的不公平 敢于逃脱原生家庭 让自己乏味平淡的人生 真的开出话来 我看着一脸真诚的杜子若 他手中举着的戒指 静静地发着光 我笑着流泪 我愿意 我要嫁点你 杜子若站起来 我和他紧紧抱着 下一段航程已经在路上 我和杜子若都十分期待 晚安